哈喽各位亲爱的关注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番茄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游戏的实况 Cloudpunk 怎么说呢 一款赛博朋克的游戏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翻译 云端朋克 云朵朋克 云朋克 反正看上去 这个色调和氛围都非常的炫酷 正好现在外面也在下雨 什么叫沉浸式体验 哇 哦 这就是我们的飞船 小飞船 哇 怪不得叫做云端朋克 这个屋子都是浮在空中的嘛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驾驶我们的小船了 这个游戏会不会撞到别的船的呀 哦 会 但是我这个船好像也没什么血量 哇 随便撞 我把这个游戏完成碰碰车可以吗 哎 可以 我们是一个配送员 我的名字呢叫做拉尼亚 欢迎加入云通 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叫做云通 先要找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先去这边 找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 然后去总部领舰 走吧 在这个城里开车不能太快 不然容易出事故 行车千万条安全第一号 啊 又刮蹭了一下 完了 然后我车坏了 飞车不是碰碰车 我还以为我们这个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呢 谁知道这个车也会坏啊 这车不行啊 这车 哦 停车的地方在上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找错楼层了 天哪 我没有去过重庆 但是根据传闻在重庆这座城市开车 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哎 停车了 哇塞真的是有惊无险 好了 我人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瘦骨铃巡的 这也是因为我平时呢 不怎么锻炼 吃饭吃的也比较少 来到新公司的目标呢 就是好好赚钱 让自己一天能吃五顿饭 然后把自己呢 养胖一点 这样子身体也比较健康嘛 来 看 你好 茉莉 能跟我说话吗 茉莉 你是克尔森吗 不是 抱歉 你和 他跟我说在聊天室聊过天了 哦 我知道 他是来线下网友面鸡的是吧 面鸡的 茉莉跟你聊天聊得很开心 但是我现在要去 哦 我要去送货 首先我们要找到云通总部 哦 在这儿呢 哦 在这儿呢 然后我还要去找一个地方修理我的车 好 虽然说呢 一开始比较的坎坷 但是渐渐的我在了解这个城市的一切 好 我已经完全知道云通总部在哪了 哎 你看这不就找着了吗 云通总部 倒车 请注意 倒车 请注意 倒车 请注意 哇 完美的停车 跟大家说了 不要小瞧我 我现在已经对这个游戏 已经渐渐了解了一切 啊 这边就可以拿货了 啊 我就可以去送货了 然后目标在随区 那边就可能比较的乱 我即将见证到这个赛博朋克的最精髓的一面 就是并非是什么未来的科技感 而是这种科技感带来的贫富差距啊 很好奇这个游戏该怎么体现 然后这边还有个黑社会甲 他说感觉我牛逼哄哄的 那不是 我可牛逼了 我有工作 不像你 啊 他们做了很多坏事 他们在集团的废地皮上修园子 感觉也不是坏人啊 啊 你们这是黑社会啊 这造福社会啊这是 但是他们动了这个财阀集团的地 在这个他们主管的世界 就是动了他们的钱包 我这俩黑社会可以的 你们继续加油 我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要干嘛 一个是要去 我们要去这边送个货 哦 这边正好有修车的地儿 正好一起了 好 来 汽修师你好 我是来修车的 看一下啊 维修要多少钱 300块钱 然后我们还可以加一个保险杠 还可以加个天线 这天线毛用都没有 我们先修个车啊 对于一个快递员而言 我们的车就是我们的脸 我们撞坏了我们的车 就是在打我们自己的脸 同时能加个保险杠 让我们的脸坚硬一点 好了 我可以去送货了啊 来来来 这次 我们装了保险杠 我们现在不怕了 该怕的是他们了 我压根不让道了 嘿 没张眼睛是吧 撞我啊 好像是我撞的他 没事 我没有保险杠 不怕的 哇 这个就是这个城市的穷人区 真的 整个设定都不一样了 你看 来 我们来这里送个货 嗚呼 哇 这边还有个扫地机器人 感觉这也不是很平民空嘛 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 你看 新鲜水果 我刚才在那儿都没有看到新鲜水果 你看这些水果 芒果 火龙果 小西瓜 小橘子 你看这应有尽有 偷偷拿一个 芒果我也挺喜欢 偷偷拿一个 我瓶子也没有人管啊 有的 对不起 给你放回去 叔叔你这个在黑夜里看不见 我以为这边没有人管的 原来是有人看店的 应该就是送给他了吧 是不是你啊 都有文卡瓦 来 这是给你的货 这是他爸妈寄来的 送的是什么东西 是旧玩具 他爸妈送给了他旧玩具 虽然说没有什么很高的市场价值 但是对于他可能有非常高的价值 这也是一个可怜人 他的父母为他付出了很多 但是确实他们生活条件不行 没错 在赛宝普克的城市就是这样子 因为科技的负能 很多人反而可能不那么像人了 好 总控又给我打电话了 你好 我要在这边逛一逛街 好不容易来了一趟 好不容易来一趟 炫酷蓝眼人 两个炫酷蓝眼人 他们把我夹在中间 他们两个想抢劫我 总控现在让我去商业区 哎 这边有个服务员 你好 你们这边有啥 有拉面 33块钱 买一碗拉面 考虑一下自己 呀 好恰好恰好恰 然后这边是啥 哎呦 这边有什么 味增拉面 羊肉拉面 那再吃碗羊肉拉面吧 我看看能不能给自己吃胖点 我还是觉得我现在这个非常亚健康 太瘦了这也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苗条了 这就是瘦骨灵群 所以说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吃一碗面 吃遍赛博城市每一家店 就算没什么钱 但是肚子还是得满足的 啊 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我毕竟还是有职业在身的 我是一名快递员 诶 这边有个人物诶 迪奥 他长得非常炫酷 身上也很慌 挺迪奥的 哦 他是一个美食频道 他就是美食区up主是吧 找我联动 可以的 哦 然后我要装出被恶心道的表情 可能这个未来这个时代 大家不新看到大家吃的很香 大家新这个看到吃的吃兔了 好吧 啊 刚才这个美食up主呢 邀请我跟他一起拍视频 但是呢 我忙于送快递 没有办法 工作在身 诶 取快递去咯 仓库管理员你好 我来取东西了 配送员 明通的 然后也太不让我打开包裹 放心 我有职业操守 好了 我们准备把它交给呆斌先生 呆斌尔先生 对不起 看一下这个地儿在哪儿啊 哦 这个地儿在上中城区 哎 离我们挺近的 直接开过去吧 快到了 快到了啊 可以停个车在这儿 这个停车场也不咋地嘛 我以为这个地方停车场 能够稍微好一点了 好了 走 送快递去 看看这边有啥好玩的 来 上饭 哇 有一个连帽山 可以买个连帽山 好了 我们来送快递 你好 给你快递 他说有人动过他这个快递 我说没有 你在质疑我的职业操守 但是有点味的玩意儿 就是肉 就是肉 配送完成 给了我们一百块钱 行吧 总空又来电了 然后我们其实入职了 刚才都是在打黑弓 总部还没有我的档案 哎呦 天哪 我这弓哪的 然后他还要我们去安保集团那边 再注册一下 而且不能提到他 你的什么要求 什么破要求 好了好了好了 这边是啥呀 这边蹦迪呢 这儿 然后这边还有酒吧 哇塞 这果然不一样啊 这边的城区 这个是保安 好了 我跟保安交流 来 我们来登记一下 不是打黑弓 我现在正式员工注册了 要开始审问我了 他说我和云通的某非法货运公司 有没有任何关系 啊 我入职的公司是非法货运公司啊 不对啊 我当时递交申请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都说是正规公司啊 我打的真的是黑工啊 这公司就是个黑公司啊 完了 我的人生前途一片渺茫 哇 大哥 大哥你顶我两个宽 哇 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你的饭都是在哪吃的 这俩保镖 太牛了 矮状宽人 这俩人大碗宽面 这俩 好了 接下来该干啥了来着 我可以激活这个加密 就是我们的AI 啊 啊 是一只小狗狗 啊 我把我的狗加载到我的车里了 不是 我的狗这个声音不够可爱 不是 现在就像我看皮卡丘的时候 是雷诺斯的声音一样 就是能不能我想要一个可爱的狗狗 哎 算了 没事了 然后又来新工作了 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会儿 我想回趟家 我的家在我的东边 来 往东边走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家 哇 我家这个地方破败不堪啊 没办法嘛 刚到这个城市初来乍到 我也是来这个云飘的人 不管外面的工作怎么辛苦 回到家 回到我的小嘎 我就有了一种归属感 家就是我幸福的港湾 好 回到我们的家 看一看我嘎长啥样 哇 我在我家也要捡垃圾 天哪 然后我还可以上我的阳台 哎呦 这景色倒是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四周都是高楼 有点压抑 然后你看我还有点闲情抑制 养了点盆栽 然后这边是啥呀 我还可以购买升级 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钱 我购买得了 披萨月卡套餐 350块钱 我就现在赚了这么久 我就318块钱 那现在有的钱 只能弄一张半公里 这以后坐得舒服点 我之前才意识到 我家原来我书桌前没有椅子的 我在这扎马步看书是吧 我少林武僧啊我是 好了 回了家一趟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那获得了温馨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可以准备出发了 你好 他也是卖东西的 我买个太阳眼镜吧 好了 来来来 穿个衣服 再戴个太阳眼镜 哇 看我 我现在 哇 这就不像个好银呢 这就不像个好银 哦 又有面店了 走走走 我要吃遍赛博城市每一家店 吃到每一家店都停店 来我要吃面 夜香羊肉拉面 吃过了 但没事再吃一碗 爽歪歪 谢谢你的面 好吃好吃 yummyyummy 走了 去做任务去咯 我这个车机 世人皆称我为云通舒马赫 云通舒马赫开始了 完了 又撞了两下 好了好了 应该就是这个箱子了吧 哦 就是他 好回车上 有点问题 为什么这个箱子没有人在这呢 对啊 我送哪呢 算了总空应该会告诉我 我该去何方总空 有声 骂声 啥玩意炸药啊 哎别吧 我就是个送快递的 总部 为什么有滴答的声音啊总空 你声音这么大我已经听见了 没人送了只能让我去了 让我送死了 我临时钩 不是你告诉我啊 得往这去 得往这去 赶紧走赶紧走 再不走人没了 走 赶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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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把它给扔掉 或者送到地儿 这个地方是扔的 这个地方是送的 我觉得是个炸弹 所以说我觉得 要么我们把它扔了吧 这个工作不要紧 但是万一有无辜的人 因此受到伤害 对吧 总空这单多少钱 有没有加钱呢 不是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是真的想知道 这单多少钱 按照以往的惯例 好像一单也就100块吧 也就一碗拉面的钱 算了我不值得 喂一碗拉面冒这么大的钱 万一而且那个是鬼交战 那么多人 虽然说我们打的是个黑弓 但是突如其来的正义感 和这一单低廉的价格 让我最后还是决定 把这个包裹扔了 来把包裹扔了 丢垃圾 我违反了两个规则 虽然说这个工作保不住 但此刻我的心中正义凛然 总空打电话过来了 总空你好 有没有要报告的事情 没有 总空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我这一单还是完成了 100块赚了100块 总空也不管我究竟有没有丢包裹 虽然说这一单没有顺利完成 但是那个人也没有当面交接 对吧 怎么想还是他的问题 他说的可能是什么鬼交战 我不认字 我就当成垃圾场了 我就丢过去了 所以说这么想的话 好像也不是我的问题 而且主要是钱还是赚到的 还是挺期待他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然后这个氛围做的也不错 虽然说不是说特别精妙的画面 但是搭配下这个颜色这个风格 然后这场永远不停的雨 就让人感觉怎么说呢 挺迷患的 OK 虽然说总共没有发现 但是我的快递员生涯 差不多也该结束了 行的 今天Cloudpunk 云端门客这款游戏的实况 就先到这里了 我是老番茄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